音乐 今年年初在朋友的引荐下 我认识雷姐 了解到他从台湾引进的文新兰种植 现在在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目前市场供不应求 通过市井平兰基地考察 学习 沟通 最终与他达成共识 他决定帮助我在泰林发展文新兰事业 回来后 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 把圈丰工程项目的15亩大盆承租下来 作为特色发挥种植基地 创业初期什么都要自己动手 基础设施改造 水电整修 苗床改造等 都是亲自去做 现在花苗到了 就交当地居民种植 也可以解决留守的村民就业创收 我相信在国家一系列汇农助农政策的扶持下 农圈将大有作为 只要选择对的项目 就一定可以实现振兴花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